我們要把這間包給我們最酷的夫妻大家 然後我們要準備飲料給這個夫妻 好,要喝飲酒才會有比較新興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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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家好 我們是余一科的聖發 好,大家好 我的開心呢 今天在優雅宿色的環境 就是看到大家這樣子 好 那在一開始我們自我介紹 先放一個我們簡單的一個 一路上騎乘的一個影片 才能讓大家介紹大家一個 層 懶人崩 你沒有請 就像在你全世界那中 能聽不掉你秒鐘 你眼看到你的夢中 好為你後一夢中 問你最後會是那一種 答案說明所有 想想你的三月子 十四年 从远过的瞳孔 就等着你开口 这一口最光满的一次转说 每个平凡的自我 都在闪光 以你为民的享受 每身都做不是罪 从前只想装动 装着什么勾动 懂得真存的亏根之后 却只想要破终 我的泪的脸 长大全都相当 那和你一样 那和你一样 看你的风光 想像你的爱法 绽纹 今天一样 我最终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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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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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because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贵重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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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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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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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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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愛一個baby poo的 我就說吃起來很像baby poo 吃起來很像在吃土 我一開始一喊下去 就覺得面有藍色 但是看轉頭看他吃得很開心 所以就是別人給我的時候 我都會偷偷的再多一隻 咬一點到他碗裡面 但加糖真的比較好吃 沒有加糖真的覺得有點 不是那麼美味 You didn't like it as much, right? I wish you guys by OK, the next one is in Kyrgyzstan Kyrgyzstan, since it's a Muslim country, they follow Ramadan Ramadan is a time where Muslims passed 好的, Ramadan的中文叫做災界月 就是那個月他們都不能吃 太陽出來以後他就不能吃東西了 也水也不能喝 如果你更虔誠的話 你就是食物跟水都不能碰 然後直到就是太陽下去了 就夕陽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晚餐 有沒有像這樣子 就是堆積如山的食物 然後你跟很多時候會邀請朋友或鄰居一起去享用 對,如同我剛剛翻譯 And Kyrgyz and Central Asian food in general is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a fusion of like Russian food and East Asian food 好,中亞國家的點飯食 人家說食物會比較有趣,它是有點混合的 因為它以前是被在蘇維亞的那個蘇聯的一部分 所以它會滿混合他們自己的食物 跟就是俄國的一些食物 The central dish you see here is lakman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a noodle soup you might find in China 這個剛剛他指的叫做 lakman 他們當地叫 lakman 然後它其實就很像我們的湯麵 But many other foods you see on the table they are more associated with Europe like the bread, the cookies, and the jam,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e jam and the bread 就是像那個麵包的話就會比較 就比較西方一點 不好意思,剛剛他講的我又沒有講錯的東西啊 好,就是他那個像那個人吃果醬啊 就是讓你沾,他們都會自己做果醬喔 而且都很好吃 就是拿那種新鮮水果去做的果醬 好,行喔 它其實就是很多蘿蔔跟米這樣子 它的米不是用煮好的米喔 不是煮好的飯 它是生米的時候它就是下去煮了這樣子 對,去炒這樣,然後炒到手跟那個蘿蔔 然後會有那個羊肉 超級好吃,對 但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新疆的話 可以吃吃這個 他們在東亞的話會叫做PLOV ructureOflin goodness,一 chat 栢集對我們很多 它說他們是那個工地的工人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 他們就是有沒有開車過來這邊演餐 然後又一起又走了,까 博集對我們要誇目 南 300 海蚊 tandem omy 伊朗人也是很常吃的 那個麵包就是剛剛看的那個要撕的那種之外 他們也是飯是主食 那對,所以就很常看到他們在吃飯 那時候我們就是騎過去嘛 就看到,欸,橋下有人正在演餐 然後他們就,欸,招手就叫我們過去 我們就過去之後他們就盛了兩碗飯 他們其實沒有一個會講英文 但是大家就在以飯會 然後對我們的蠻有苦吃當中 就有一種莫名的情誼就產生了 對 Yeah, and they were just calling us over because we were resting on the road they were pig-lick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so we just went over to them and enjoyed their meal 就是我們其實在對面的路啦 對面的那個對向道 他就比較招手就過去了 好,順帶一提那個一兩的飯啊 很長,大概會有一個 一隻 一隻蠶寶寶的一半 就是還蠻長的 就是比那個印度的鄉米還長 我會看到這麼長的米 我就覺得哇塞,好厲害喔 有點像那個西方的麵有沒有 因為西方不是有一種麵 是一隻蠻狗狗的 對,這次親愛的時候,我們騎到一般就被一台車攔下來了 然後就是問我們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從台灣,他從德國 他說你德國人,那你一定很愛啤酒吧 就把就拿了一瓶啤酒給他 然後拿了,我說我沒有附和啤酒 他就說那你喝滿牛紅牛 很多喝紅牛這樣 OK,the next one here on the left is in Turkey and this was a restaurant owned by a fellow cyclist and whenever some other cyclist passes the restaurant he invites them for any food they might want to eat and so it's very nice of them 好,這就是剛剛那個,我剛剛介紹說 他會招待騎駕的那個產品 and which city is it? 歐獨 歐獨,如果要騎車到駕駕駛的人 他在黑海就是北邊,那邊有個城市叫歐獨 O-R-D-U O-R-D-U 一定要去找他 就是可以免費吃一頓飯 而且他就說你盡量點 然後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啊 然後就一人點一樣 結果隔天啊 隔天他也幫我們找到一個地方住宿 就是他的朋友家 然後隔天就叫我們回去吃一頓早餐 就是非常熱血的一個年輕人 而且這家餐廳是當地很有名的一個老字號的餐廳 The next one, as it often happens, we asked to camp in a park and they gave us the permission, they said okay, you can camp here and the next morning we got a nice surprise because the lady knocked on our tent and said we made you some breakfast and brought the table with the breakfast 好的,就是我們還蠻常問當地人可不可以露營的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個小公園 然後附近的人家就說 欸,你們可以在這邊露營 那我就在那邊露營 結果隔天就這個大姐就來敲我們的帳篷 然後就說他準備了早餐給我們吃 我一開始很意外 我想說什麼? 紮營給我客房服務喔 對 就是那個時候心非常的暖暖 烏烏的 因為他其實也不會講英文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其實我們可能這一輩子 就只會見他這一面了 因為誰知道會不會再回到這裡啊 而且他也可能也沒有Facebook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沒有問 然後但是他就是很想呈現那種 那種一種人跟人之間無私的相信跟那種真誠 對,我就覺得這種感覺很棒 對 好,這是我們在西亞的時候在那邊躲雨 因為那個下了一整天很像在刮台風 我們在躲雨的時候就遇到這個從賽普勒斯來的大姐 他就看到我們的講話 就跟我們聊天了起來 於是呢,他就說 Let's go to buy your breakfast 然後就拿了很多要給我們吃 說這個也很好吃,這個也很好吃 都給你吃好了 於是就變成這樣 就很開心 然後我們還有聯絡方式 他就說有機會騎到賽普勒斯的話 一定要去找他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hem because this all this food came together to about 50 euros 50? 喔,好吧 50他買了50歐 50歐大概是乘以36 多少錢 還要拿出 好,2000塊以內 做總結 對 就是他非常的慷慨就是 就很怕我們吃不飽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路上會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人 是你從來這一輩子沒有想過的 而且就是有人把你攔下來 請你喝個很冰涼的飲料的時候 你內心的那種感謝跟爽快 你就會覺得 哇,其實這世界還是比你想像的還美妙的 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善良的人在世界各地 對,只是我們很容易呢 因為媒體的關係跟你講說 這世界很多哪裡在戰爭哪邊發生 就是發生什麼恐怖攻擊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世界很可怕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睡覺的問題才是最煩惱的 其實很好解決 為何我們不睡覺 那天晚上 這是一個大問題 每天晚上 好 我補充一下 我每次啊 每次鐵析到天黑 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要找一個住宿了 但是他就不會 他就說 我就說不知道要住哪 就代表哪裡都可以住 我就想說怎麼這麼有霸氣 然後就follow you好了 OK OK the first thought that some of you might have is of course there's accommodation hotels yes we didn't stay in some hotels and hostels this on the on the right here is a very very nice hostel in China in Dali 好,右邊這個叫做大理幕府酒店 是一個我們非常愛的一個 那個就是其他這個青年旅社 I really love the decoration on this one it's very very beautiful and it just cost 25人民幣 a night this is I think 200 Taiwan dollars 25塊人民幣 所以乘以5嘛 帶100多塊而已對不對 對 一個船位啦 一個船位 然後 而且他其實這個非常有特色 就是他是白族的那個建築風格 是雲南那邊的少數民族 其實我們會覺得那個中國的 一路上從廣東廣西起的時候 房子都蠻醜的 就灰灰的啦 但是到了那個雲南就覺得 哇,唯之耳目 那個耳目一新 因為就是他們房子就像這樣子的 很古色古香 In general, most of the times that we stayed in hotels was in China and this one year just cost us about 40 ren maybe 那個就是比較普通的 就是隨便 很容易在中國開房間喔 因為晚上大概40塊的銀幣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人分嘛 就差不多一個人100 對,好便宜喔 Paying for camping is something we did only very rarely just like here in AT House this is in Bishkek and Kogistar 好,我們基本上是不找那種付費的路營去的 這趟旅行只有一次付費那個露營 就是這個AT House 它在吉爾吉斯的首都比斯台客 那因為它會有很多車友在那邊聚集 那那邊呢 也是可以找到很多二手的一些零件 不用撿的 它就是免費供應這樣 因為是人家留下來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去那邊露營了 對 The reason for camping here was because they had a very good bicycle repair stamp 對 就是它有那個工具你都可以使用 OK Now this is accommodation we stayed at for 17 nights in Albania 好,這個是我們在阿爾巴尼亞待了17個晚上的一個小套房 How much do you think it costs for one night for two persons 你覺得就是一個房間 One room 你覺得這樣的房間它有什麼呢 它有 老公給我問一下 它有廚房 有烤箱 烤箱老闆說不能用 在上面可以煮 它有冰箱 然後有電視 有網路 然後有廁所 在衛浴在裡面 這個是那個房間嘛 那房間進去呢 這個房間進到這邊 好 有一個面台的大洋台 天氣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桌子搬出去有沒有 椅子啊 都搬出去 去那邊看海 看夕陽 然後吃你的早餐 覺得人生很美好 大家覺得這個房間 大概要多少錢一個晚上 Covic Euro Mhundred Covic Euro Covic Euro 好 好 那你帶我去 帶我走吧 兇台 好 大家覺得呢 凸漢傑老闆會哭哭喔 一天一天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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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OK 走 好 剛剛那個凸漢傑是有點太扯了 其實這個喔 一天大概十塊歐元 所以大概三百六 差不多 哪裡差不多 好 我給你兩百 你還我三百六 差不多 好啦 我們三百六 三百六一個人就是一百八 一個人這樣子 你猜一個人 那你有對 但是我們沒有獎品 是給你一個很讚的大公子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待了十七天 所以有些人會說 欸你沒有辦法 你都過得好刻苦好辛苦 都一直在紮飲 其實他不知道 我們也是有享受的 只是會把錢花在不對的地方 比如說一個比較便宜的國家 你如果這樣同樣的等級 在西方國家 你可能就有 一定不只這個價錢嘛 對 一定是就可能五十歐以上的 但是在阿爾巴尼亞的話 你只要十歐歐歐 而且就是什麼都有 對 What we want to tell you is that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to have some comfort jus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omfort costs a little les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 little more 好就是那個 像這樣的享受 在有些國家都會比較貴 那你就可以避免這些國家 如果你還是很享享受 你就可以選擇一些比較 CT值比較高的地方去消費 of course many of the nights we camped and by camping we mean wild camping we don't ask there is just the wilderness and we set up our tent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是野外露營的 我們就直接把帳篷送上去了 the first one on the left is in Tajikistan at 4,000m altitude on the lake Kakul 好這個第一個就是一個4,000公尺高的一個高山湖 對 我們就是露營在湖邊 看起來非常詩情畫意 it was actually very annoying there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mosquitoes it was very 看不見的真相就是有很多的蚊子 非常的煩 就是你出去上個廁所 他就開始咦 把你圍繞起來 有沒有覺得你是補血褲有沒有 the one on the top right is in no man's land it's in the land between the border posts of Kirgistan and Tajikistan 好就是這個無人之地 想說什麼國家叫無人之地 它不是這個國家 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它是兩個國家之間一塊沒有人的地方 沒有任何歸屬的地方 所以英文的話叫no man's land 所以我就直接反應叫無人之地 還滿有趣的 大家很難想像 這世界竟然有一些兩個國家之間一個三不管地帶這樣子 那邊剛好什麼都沒有啦 就是有很美的風景 The beach in Turkey provided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camping and this one was on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it was very nice 就是土耳 那海邊也是一個選擇 我們在土耳其也是會滿常去那個海邊錄影的 我記得這一次錄影啊 是因為他覺得他太臭了 就是騎到那個汗臭味很臭 他就衝去海邊 就是去稍微洗一下他的意下 我就不會一直在問他說 意下如何 and in my home country in Germany we often camp in forests Germany has excellent forests and we just go inside a little bit and find some trees to protect us and camp 德國很棒 德國很多那個森林 那你就是走進去一個比較不會有人看到的地方 他有些人會在裡面見騎 但是呢你就是找一個比較不要太明顯 通常都不會有人就是檢舉你 因為不然德國啊 It's why camping isn't illegal in Germany 對 野外露營其實是非法的 但是其實基本上你沒有造成別人的不便 然後你都會把東西就是收掉 也不要再私人土地有沒有 沒有經過允許的話 但他不會有人真的去叫警察來抓你啊 對 OK But in many places we also reuse some abandoned space so we find a shelter and that was previously built by humans but completely abandoned 好 像我這個標題是我下的 我非常喜歡 它叫限制空間在利用 我們其實因為找很多 其實就是不知道 就是一塊可能 不知道一個空房子或一個空角落 我們就就就就雜雨 通常都是在會有下雨的時候 好 this one this one oh oh you go very far I have a mini-year公路 the first one is in Tajikistan this is an old Soviet bus stop just next to the road 好 這是在塔吉克 塔吉克以前是屬於蘇聯的嘛 那我們在一路在騎帕米爾公路的時候 就發現他有很多這個公車站 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台公車在那邊停過 他還去特別wikipedia一下 欸好像真的他們蓋好 初臉就挖起了 對 就好像 所以我們就是那一週下雨 就在那邊紮雨了 對 in greece there are many many abandoned buildings this is a result of the economy crisis they had a few years ago that means that there are many building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 were started construction but never finished and we just squatted in them 好 他用sport欸 這個詞很不錯欸 因為這個是sport 好 其實啊 在希臘你會看到 你會覺得你好像就是在看這種歷史還是第一課的 跟著那個世界的那個腳步走 因為希臘不是之前那個金融風暴嘛 被影響的很嚴重有沒有 就是差點要破產 那你就看到沿路上很多是這種空房子 就是可能蓋到一半的 就空在那邊了 然後也就雜草重生這樣子 我們就會進去就自己住下來啦 好吧還是讓你不要覺得身為一個房子 你也是很希望被人住的吧 那我們就去住你一晚這樣 那這個還蠻特別 因為它裡面就是很多那個玻璃碎片 超級多我還去那個回收紙巷鍵 那個紙巷鍵在下面 對 Then in Italy we found a sporting place like a football field and there was just a wooden construction next to it that was not used in a long time it seemed 好 這是一個義大利還蠻常會看到 就算再小的小鎮都會有個足球場 那就是一個很小的小鎮 三立的小鎮足球場 那我們就把那個帳篷蓋在這邊 這裡是一個stepper的頭 看到那個鬼頭 and the last one is in China and this is just next to the road actually people are completely visible on the road but it was threatening to rain that night and we just took the chance because 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shelter a guy actually walked past us and said hey there's just a hotel in the next town but we said no no we have fun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中國使用我們的帳篷 就是在這個糧品 對 然後也有那個路邊的農夫啊 就是他是在一個鄉下啦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人 但是農夫走過去就是很好奇的 問我們去看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說欸 下一個鎮上有那個hotel可以去住啊 我就說不不不我們這邊很好 對 我想說這兩個人到底在幹嘛 好這邊的話就是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借問當地人 借問酒家何處有 木同窯子新花村 我很想講這一句 對我們就是最常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去敲敲人家的門 對那其實這早也是蠻好有用的 但你首先要先有一顆不怕被拒絕的心 一定會被拒絕 但是只要有一個人說好啊 那你今天晚上就有地方可以住了 就跟藍便車一樣 很多車過去都無所謂 只要有一台願意停下來 那你就搭到車了 對 只要有一個人願意跟我結婚 喔你就是很為人氣了 照亮照亮 老公謝謝喔 好 對 好塔吉克啊 我們那時候塔吉克是一個 我們騎過最窮的一個國家 目前為止 因為還沒去到非洲 說不定非洲之後呢 會又突破這個新的紀錄 好塔吉克很窮喔 那這個就是一個房子 我們那時候啊 逆風吹到快風掉了 不行啊 趕快那邊有個房子 大家就像逃難一樣 奔向這個房子那邊賭風 想說好吧 那就在這邊扎一巴 這邊看起來很像 就是人家放工具的那個民房而已 應該沒關係 才把帳篷搭好 這扇門緩緩的就打開了 一個阿嬤就出來說 啊 哈囉 Will you come 然後就叫我們進去裡面喝茶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 就先錯二強說 他有腳吧 有大白天喝茶 然後我們內心人錯二強說 這個地方竟然會有人住 看起來都比我們 我們的丈夫看起來都很高級 有沒有 對那他是一家子住在那邊的 對 但是我們沒有進去做啦 那時候心裡太嚇到 就沒有進去了 欸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在那邊扎贏 他就說可以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 當了一晚上的領居 那在中國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一個月 我自己在那個割地騎嗎 那就是有一個城市 我經過一個城市 叫烏魯碧嗎 我忘記名字了 好我就遇見了一個車友大哥 我就問他說 欸那你這邊哪邊可以扎贏 其實我內心期待著 他把我帶回家 說那不然就來我家睡吧 但是他沒有 他就說我家很滿 就是他老婆跟小孩什麼 就是可能家裡比較小 不是很方便 我帶你一個去 我帶你去最安全的地方 他說新疆很亂 好我帶你去最安全的地方 他就帶我到公安局的門口 就在公安局的門口 然後公安就很錯愕 然後就說欸 這次有那種鎮暴的車子有沒有 對 而且那個公安局在一個大十字路口路邊 然後晚上就一直聽到車子 呦呦呦過去 還滿特別的一個人生經驗 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賽 我真是在說幾個四個樣 眨眼的地方欸 公安局旁邊check 對 好在土耳其的話 我們最常 有人要去土耳其汽車嗎? 其實你可以很常去問土耳其的加油站 那個土耳其的路都很大條 然後有很棒的路間可以騎 那路邊都有很多很多的加油站 你可以去加免費的茶水跟使用他們的廁所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嚴謹 而且加油站有各個品牌 就是譬如說像我們有那個棕油嘛 然後波抹 然後他們有超級多 我都想說喔 這個地方光一條小小的路 就有三自家的加油站 就跟我們的Seven跟全家一樣的密集喔 很了不起 對 所以我們很常在加油站路 目前只有被拒絕過一次而已 所以就是成功率幾近百分百 那在愛爾蘭的話呢 愛爾蘭啊 如果想要去愛爾蘭騎車的朋友呢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的防水的裝備一定要準備得很好 因為愛爾蘭的天氣很像風子 對就是說風雨來就把你鋪上去了 對然後說停又停了 我就覺得上帝在那邊喝醉了有沒有 上帝也瘋狂 一定是在愛爾蘭 對 那我們在那邊就是會問當地人說 可不可以紮硬的時候 都是因為會下雨 那當地人都會用這種充滿黏密的眼神 然後一個跟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在這邊騎車的表情很穩的看著你 然後很溫柔的說 好啊你就在我倉庫可以嗎 沒有熱水喔 我說好沒有關係 只要有個遮封閉的地方就是天堂 所以愛爾蘭不只愛爾蘭嘛 但是其他地方我們也還蠻常住在人家的倉庫裡面的 他們都會有時候會有點疑惑 覺得好像不是很舒適 你真的要嗎 我說很好了這樣就很好了 但講到露營不得不講到伊朗的露營民話 最容易露營的地方在伊朗 他們自己本身就很愛露營 如果伊朗人讓他出去全家出遊的話 他不一定會找那個就是旅館 然後他就直接帶一個帳篷 就把它蓋上去了 對於那種目標 所以我們在各個市場中 他們有空間的地方 讓別人放在森林裡 有個搖壁 也有一個電腦 電腦的電腦 也有一個洗手機 也有一個洗手機 像這個都是專門給你露營的公園 這些都是 這是海邊 然後人家停車就直接露營在旁邊 那它通常會有廁所 然後廁所就是 就是有時候有的還會讓你可以洗澡 那也一定也會有的 就是廁所旁邊會有一排充電的地方 你就可以充你的手機這樣子 就是很貼心 好,就是當沒有那個露營的 像這種專門給你露營的公園 他們的路邊有時候也就自己 那個夕陽夕下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天色天暗了 他丟這個三秒帳篷 一丟就出來了 跟那個七龍珠一樣 就很多麻糬蘭 我們都叫他麻糬蘭就種出來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難怪在一樣沒有看到街友 有沒有,還沒就可以露營了 然後露營很多在賣這種帳篷 And this is all completely free There's no one judge you any money for it And then you have all the comforts of a normal camping site 是完全棉被的 而且廁所什麼都不用付錢 對,所以就是很自在 OK 來,我來幫我 piece this 這個很經典,這個圖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是海邊,然後你看 他們這個不知道住多久了 衣服 然後這個有趣的是 他們露營啊 有時候睡不夠嘛 一家子有點多 那他就把這個地毯就鋪在外面了 然後就變成一個行動客廳 然後就是他這邊 他們很愛那個BBQ 他們就會有個BBQ或者煮茶 茶在伊朗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就在這邊,大家就聊天 那天氣不冷的時候 就是男生就會直接睡在外面 對,滿有趣的 OK But many times in Iran which is a very hospitable country We were invited to sleep in a local mosque 好,伊朗是一個非常好客的國家 所以就算有時候我們去問說 可不可以介入你的時候 他們就說那你可以去睡那個清真寺啊 或者說一些禮報 So the two on the left are us sleeping in mosques We just rolled all those sleeping bags and the nice Persian carpet on the floor And after the last prayer was over We were welcome to make ourselves at home 好,當他最後一個祈禱結束之後 他們就會說你就可以睡了 但他剛說這兩個都是清真寺 其實下面那個它是比較像一個公園裡面的活動中心 他在我們睡覺之前剛好有一個好像是戒業的活動這樣子 對 Now the two on the right ar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first one is in an apple orchard an apple factory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hey had an empty room and they just let us roll on our meds there 這個蠻特別 我們每次去伊朗就是問人家可不可以介入營的時候 都蠻有自信的 你會覺得很難被打槍 但這個蘋果工廠也是我們就說要介入營的時候 他就把我們帶到他們一個員工休息的房間這樣子 還有暖爐這樣 and they even brought us take away food 非常美味 他還帶了晚餐有沒有就是還有那個可口可喝 還有很多的蘋果就是他們自己生產的 and the last one we are sleeping at the red crescent which is the Arab person equivalent of red cross so they're like helping organization 洪新樂會就是很像台灣的紅十字 那他們因為就是穆斯林國家 所以就是新樂就是他們的一個標誌 但其實地位是跟紅十字差不多的 we asked them if we could camp in their place and they after a while they just said come inside and gave us their spare room where we could roll out our sleeping bags and invited us for dinner very nice 好 所以反正我們去接位的時候 他就說有一個空房間我們就睡其地而睡 然後還跟他們一起吃晚餐 然後雖然都是罐頭食物 但是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好 But Iran is not just hospitable for sleeping in mosques and red crescent but people invite us to their home very often 好 依蘭的話 他因為不只是請我們吃飯 我們很常被邀請回家 就是他就說come to my home come to my home 然後就把我們帶回家了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依蘭人有一點強迫症 就是會覺得一定要幫助你一定要這樣子 好像鳳阿拉吃你這樣 對 所以就是還蠻常接觸到人家人家 然後你會發現說不同 他們的吃飯的方式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們就是洗地而坐 然後地上鋪了一個 可能是塑膠 或者說就是一個墊子 他就可以在上面就擺上了這些餐具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 他會拿那個餐具啊 就是不會直接用手抓 就是這樣吃 對 然後食物大部分都是一盤不捨 那個有時候是雞肉 有時候燉養肉那類的東西 然後混著飯然後再吃這些草有沒有 就一盆一盆的那些草 對 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這樣的一個空間的配置 因為你就不需要買家具 你只需要有一個地毯有沒有 然後再來呢 為什麼說這樣的空間配置很好 請看 就是我們去到一某個人家接受他們的招辦 但他們那一天同時有十幾個客人 連我們的哇好像有十七個人 那十七個人怎麼做得下 你這樣子就可以 而且這個啊 他們有一種拋棄式的這個墊子 他就是可以捲看多長都可以這樣子 很像我們的保鮮膜那種概念 但它是一個這樣的墊子 那人很多就捲長一點 人很少就弄短一點這樣 好 那它就是很大的那個餐會的感覺 對 像這個是飯 飯上面會撒一些堅果類一些 很像是葡萄乾類類的東西 對 然後這是沙拉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客人很多嘛 他們房間沒有那麼多 他們其實就是只有一間客房 就讓給了我們這樣子 那其他人十七個人這樣怎麼睡得下 好 把這個收掉之後 鋪上睡墊 馬上一秒 客廳變成臥房 對 半屏變臥房 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內心就覺得 Oh amazing 對 因為很常有時候有些人會想說 我們家不是方便招待客人啊 因為我沒有客房那樣子喔 我就想說也不需要客房啊 只需要一個睡墊 枕頭跟棉被就可以了 就是我會覺得這樣子省下很方便 省下很多一些工資 算是一個 省下很多工夫 算是一種另一類的一種思考 就是其實你 大家就方便就好嘛 也不 而且這邊這樣子 就很像那種畢業旅行有沒有 還可以那邊講話啊 很開心這樣 所以那天晚上這個屋子小小的 睡了十七個人 好再來要跟大家容重介紹 就是除了付費的住宿跟入營之外 我們也很常就是 就是最主要是這個東西 這兩個很重要的網站 剛才有想要旅行的人 都會蠻受用 其實大概是很想要好 其實我們在街上玩幾個晚上 我們在街上 是用這兩個的神經濟網站 用這些兩個用力的網站 是 溶暖湯和 海浸泡 你知不知道 你是在手要嗎 大家都知道沙發衝浪嗎 不知道 我知道 還有一些人聽說 好,對 基本上我們來簡單介紹 沙發沖浪的概念其實就是你到一個當地的人家 你不是去住那些可能青年旅社或者說旅館 你是借住在當地的人家 可能就會比較像不用付錢的A&B&B的這種概念 然後你跟當地人就是會有一些互動 你就會更認識當地人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就是生活的真實的樣貌這樣子 對,那當他這個朋友來到你的地方 可能來到你的國家出開台灣的時候 你也可以同樣的招待他 那透過這樣他們會藉由你 就是可能他自己本身不能旅行 但是他藉由你告訴他的一些故事 他同時就覺得他很像在聽你的故事 就在線上旅行的那種感覺 就算是蠻互惠的一種方式 然後是沒有牽扯到金錢的 所以他在說什麼,對我們有一個方式的 還有一個方式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一種方式的 因為我們不選擇一種方式的 因為我們在我們發展中的方式的 因為我們在我們發展中的方式 那是他們自己的方式的 如果你是要借助人家的人呢 你必須是騎腳踏車旅行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招待人家的人齁 比如說你家有個空地方有沒有 有空一塊小塊的地 你不需要一定要騎車 你可以是隨便就可以 你可以只是想當個招待的人都無所謂 但是騎車的人 借助的人一定要是騎友 那沙發風浪的話就沒有這個限制 所以看會員比較廣跟打亂一點 但上面的確也會找到一些奇蹟怪怪的人 就是可能有些人只是想要一夜請燈啊 也是有可能在這邊 但是温小禮就比較不會 比較單純 好這個就是我們用這兩個網站的一些故事 跟當地人發生的一些故事 那這個人齁這位大哥叫做Mijio Mijio他非常的高 我都覺得他很像海格 但是卻穿了一個吊帶褲 就是那種是一個很大的阿丹的感覺 對 好看我們借助的那一片啊 這是沙發衝浪的 因為沙發衝浪畢竟會員比較多 我們會喜歡先用那個Warm shower找找看 因為騎友比較了解騎友的需求就是很簡單 但是有時候就沒有那麼多的會員嘛 所以我們就會會 後來就會早上再用那個沙發衝浪這樣子 那他是沙發衝浪的會員 那我們去到他家的時候呢 他其實不在家 他就只跟我們玩了一個尋報遊戲 他就跟我們照他的指示走 去找到他家的鑰匙 然後呢 再打開門他就說 Will you come? 然後簡訊就來了說 Will you come home? 就是make yourself at home這樣子 就把這裡當作自己家吧 冰箱、啤酒、水果 盡情取用 然後要睡我的床也是ok的 我床剛才剛化過這樣子 很抱歉 我不能就是即時趕回來陪你們 那我們內心就兩個非常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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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相信你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有時候想說 是我會這樣子把那個鑰匙直接 我家的鑰匙直接留給一個 我從來沒看過的陌生人嘛 我覺得我內心好像有一塊砍過不去的樣 恢復我們的精神跟體力這樣子 然後因為待了時間很久 所以還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家庭活動 那依然能很特別的一點 是他們的家族之間的感情是很濃厚的 並不是只有可能父母跟兒女 是父母、兒女加你的表哥、表姐、男哥、男姐 叔叔、阿婆這些家族是很濃厚的 就是跟親戚的關係都很好 所以每一次聚會都會有很大群人有沒有 我們在玩那個比手畫腳 那剛好這個女孩子叫夢娜 夢娜的哥哥她要去那個韓國當那個 就是讀書、讀那個博士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在歡送她們 然後所以離開的時候呢 為了感謝她們我就畫了一幅畫給她們 還特別畫了101 期待她們有一天有沒有 可以穿著黑紗來到101 她在家裡也會蒙這個紗 在家裡其實不一定要蒙這個頭巾的 但是因為Stava是個男子 所以她是比較虔誠的 所以她就不在除了老公跟家人的男子之前 露她的頭髮 所以她就還是在家裡蒙了頭巾這樣 好 So we stayed I think 11 nights in the army at Mona's place But the longest time was with this guy Evan in Edinburgh in Scotland 15 nights 我們11晚的紀錄後來被她打破了 15個晚上她是來自愛丁堡的伊凡先生 真的 There was a reason for this And that reason was that I injured my foot I spilled some boiling water on it when I was camping That made my foot unable to cycle for around 3 weeks 好這故事就說來話長了 因為呢有一天我們要煮泡麵的時候 她的水就不小心打翻了 她其實好像去幫我拿個什麼東西 就不小心打翻了水 然後就灑在她腳上 然後呢旁邊這個谷 她雖然把腳放進那個谷 妳的鴨子都嚇到游走了 但是她的腳還是很嚴重的受傷 所以就剛好找到這個沙發族人 願意讓我們待很久 So after 2 nights of staying in his place He just said to us Don't worry Just stay as long as it takes for your foot to heal And then you can continue cycling 他就說,後來我們待兩個晚上,Stava還是呈現一個半殘的狀態,完全也不能動,不太能走路,他就說沒關係,你就待到你腳上好為止,所以我們就不默了待了15天。 Ivan is originally from Ukraine,他是一個烏克蘭人, and he has a very cute dog, Rita, a Labrador. 他有一隻非常可愛的拉不拉肚,我都會跟他一起過,他很無奈。 通常我離開的時候,住這麼久了,我都一定會,一定要留下點什麼,反手過必留下痕跡,我就畫了他跟他的狗,他就很喜歡,我就很開心。 This is Peter and Alice, yes. Peter and Alice, they hosted us on warm showers for four nights, and they also stayed, they said, stay as long as you would like.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y were cycle tourists and slaves, they went from the UK to New Zealand.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say with them, because we could talk about countries like Tajikistan, and said, oh, we stayed in that hostel in that town, and they said, oh yeah, we stayed there too. They finished their tour now around three years ago, and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ir lives afterwards, because they started a company for pet bike adventures, adventure riding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因為他們就是大概結束了三年了他們的旅程,三年前大概結束,然後後來他就是男生就自己開了這個一個,就是鼓勵人家去Bank Packing的一個越野茂騎車的一個事業這樣子,然後我們就覺得還滿有趣的,算是我們有一天有沒有,當我們不再繼續騎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I was so interesting, because we could see ourselves in the future a little bit, what do we do after the trip, because we still don't know. 好,我們還不知道未來要幹嘛,就是騎完腳踏車之後,我們還在思考跟追思考中,對。 好,這個部分就是我來說一下吧,就是文化的畫,本人在下就是還滿喜歡畫圖的, 所以我在離開前的時候都會送他們一幅畫跟寫上一些就是寫上一些感謝的話語,因為我其實就是會還滿,嗯,會很希望拿照我很感謝他們,但是有時候喔, 公文化還滿的,對,就是覺得一直講thank you都還是無法表達我內心的感謝,所以我就留了一個畫。 然後一方面也是讓他們覺得說他們即時在找到這些旅人啊,他們會更有興趣,就是在去招待別人, 因為得到一個很好的回應嘛,其實這是一種很像善意的流動,他今天對我好,我再去對別人好,別人會再去對下一個別人好, 於是他就是會一個很正面的一個善意的流動,我覺得這種感覺還滿棒的。 但是在過程中啊,我們的旅程中我們總共住了126個陌生人的家, 那126個陌生人我們總共待了總共加起來了267個夜晚, 大概快9個月的時間我們都是住在一個又一個陌生人的家, 那就感覺每坐在一個不同的人家我就去思考說是他們的人生, 如果是我是過他們的人生,會是怎麼做我,會是怎麼樣的我,那還滿有趣的, 因為你剛好是你現在的樣子,只是因為你剛好生在台灣, 經歷了你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投胎在另一個國家, 又經歷了一些事情,不同的教育,其實你可能又是另一個樣子, 又不是你想像是固定的這個樣子的,對。 這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動畫,好,因為就是很多很多的這些人,對。 好,就是每一個人啊,我在看整理這些照片的時候, 我想到他們我就覺得嗯,很有趣,就是每一個人我都記得, 名字可能有些人會忘記,但是就是每一個人我都記得就跟他們發生的故事, 就是相處的時光,對,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因為這一些每一個對我們好的人, 讓我們有更有能量繼續走下去接下來的旅程, 那這個世界也因為每一個藏在各個角落的這些好人跟一個很溫暖的心,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對,所以這世界真的比我們想像的美好太多囉。 對,所以不是我們很厲害,是一位好人真的很多,他要介紹一下這個原病毒。 So, since I'm German, I've organized our nights a little bit. 就是德國風又出現了。 。 We only stayed around 15% of our nights and paid accommodation. 15.4%就是付費的住宿。 Most of them were cheap hostels and hotels in China, actually. 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就很便宜的那個住宿。 35% of our nights were free camping, and by free camping, I mean wild camping, and when we ask someone for permission to camp. 35.1% 我們的事就是野外露營, 或者說我們無論當地人, 但他們沒有要求我們進他們家裡面, 而是在他們的院子裡面宅飲, 也算是在這35.1%。 I was surprised when I saw the next number myself. Over 40% of our nights were spent with warm showers and couchsurfing hosts. 41.4%都是安排好的借宿, 像剛剛講的warm shower跟 couchsurfing, 竟然佔了四成。 And as we showed you before, sometimes we were invited totally spontaneously, and this made for around 8% of our nights, many of them in Iran, but also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ctually. 好,8.2%就是被帶回家, 就是可能沒有事先安排的地方, 這樣子發生的齁,就是佔了8.2% 大部分在伊朗, 但是其實在其他國家也有發生, 但是機率就比較少了, 對,所以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超過一半,有沒有, 我們都是借助當地人家,還蠻有趣的。 另外很多人會問我花費的問題嘛, 所以我就是,我是個記帳狂, 所以我都會記下我每一筆的花費,有沒有, 所以我就把這個表整理給大家, 那錢呢,我都換算成台幣, 配合當時的一個匯率了齁, 因為匯率其實不是一個很固定的嘛, 我就配合我當時旅行的時候的匯率, 好,那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越貴的國家,有沒有,我花的越少, 對,越便宜的國家,像中國, 因為我花的比較多, 都會超過兩三百一天天,一天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二十二個月的花費, 二十二個月的日常生活的花費, 那德國的話會比較省, 是因為我們借助他媽媽的家, 然後可是有些花費是, 這包含我們結婚啦, 所以就是會,花費又會再高一些些, 九萬多,好,那簽證跟機票我就另外寄了, 簽證的話很貴喔, 其實像東亞這些國家, 那時候都還要邀請函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便宜,對,像伊朗的話, 那時候簽證費用就一百二十八歐了, 然後不加那個,他要一個扣, 我們還另外再買, 又花了三十幾歐這樣子, 所以總共呢,我這二十二個月, 我花的錢是,欸,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八, 所以就大概就是一個月, 大概花六千塊,是兩個人嗎? 一個人,只有我自己, 老公,老公是老公自己算的, 我們是分開計算的, 我用我的錢,他用他的錢的這樣子, 然後有一起買的食物也是都是評分的這樣子, 對,你們... 欸,我喝啤酒, 嗯,然後他說因為他喝啤酒, 所以他的花費可能會比我高一點點, 但是因為他簽證費少了, 大量的簽證費用, 所以他其實可能花的跟我也是差不多的, 對,因為他像他集了幾次, 他根本就不用花錢啦,他不用錢準費, 他又少搭很多飛機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會說, 啊,怎麼有錢啊,怎麼有錢,有沒有, 就是,其實這樣的錢的話, 在我工作,是來自於我的存款啦, 那其實很OK啊, 我就是工作這些年, 是可以存到這些錢的,對,所以... 齁,其實還有再來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特別的分享, 那有些人就會說, 喔,可是你這樣好辛苦喔, 什麼什麼的, 你花這麼少, 會不會過得很苦啊, 都吃土啊之類的, 在青山山高原, 是滿容易吃土的, 因為都是吃那個超巴馬, 很像在吃土, 但是我這樣的話, 並不是讓我自己到會覺得, 哎呀,好壓抑喔,都沒有享受, 就如剛剛我們在阿爾巴尼亞的房子, 大家看到是非常的高級跟舒適的, 我們就不算高級, 就是很舒適的, 我們就在這邊很開心地過了十七個洞上, 我只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的錢就是這麼多的時候, 如果我要更多的錢, 我就是要去工作了嘛, 但現在我這個, 我就是不想去工作, 我想要把這個時間拿來騎車, 那我怎麼樣去運用我有限的金錢, 就是很重要的, 我可能就要必須捨棄一些享受, 可能去租飯店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我更想, 讓我的旅行可以延長, 然後並且去就是接觸當地人, 跟他們有所互動, 是會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比較起來, 我覺得很OK,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發現這一路上起來, 我發現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別的國家, 還有歐洲都有一個很大的現象, 很奇怪的現象, 那就是呢, 就是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商人的噱頭, 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有什麼, 你一定要很好的腳踏車, 你一定要什麼裝備, 你一定要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你才可以整, 去騎腳踏車旅行或幹嘛的, 那其實我都會覺得那是Bushion, 為什麼, 因為他會跟你這樣講的人, 通常都是他從中有利可圖, 就是他可能可以從中賺到一點空衣袖, 或什麼的, 好, 或他可以銷售你某樣的東西, 他才會這樣去跟你講, 那我覺得這就是沒有絕對是個人的選擇, 有些人喜歡舒適一點也OK啊, 那有些人就選擇這樣子, 簡簡單單也是可以, 就是看你個人的選擇, 但是請小心, 不要被這種噱頭給去炫然, 就是比如說, 我一定要有吃到那個什麼米辛林, 米辛林的什麼, 那個才是好吃, 其實沒有不一定的吧, 那個口味什麼都是很主觀的, 所以呢, 就是有些人會跟你講說, 喔,一定要賺多少錢啊之類的, 你才可以過很好的退休生活, 我覺得那些都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情緒勒索, 對, 就是會去恐嚇你, 讓你不太敢就是跳出你現在的一個舒適圈, 那我們跳出來啦, 呃, 跳出一個大家覺得的舒適圈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也很舒適啊, 我只是在擴大我的舒適圈有沒有, 因為我這樣用克魯奈勞之後, 我發現哪邊都可以是我的舒適圈了, 好, 所以呢, 辛苦的時刻又要來了,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是真的過得蠻辛苦的, 但是, 是, 夢想有時候不是很甜欸, 就是太悠悠悠悠悠, 但是看你覺得值不值得, 那我覺得很值得, 那有時候什麼時候, 就是辛苦的時候, 就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好 很美的布, 他�tan貌wise的這些問題, 很美麗頂健康這邊頭, 那它 options比較危險, 最第一個的問題是,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sö出個海外, 我們經常記得, Choose到了大日期, 1460 Second, 要旅比較冷的水、 拜拜 太陽 All I saw is a warm fire and I just went to and walk my hands 他看好你在拜拜 他就嗚 就自己被吹過去 就吸引過去 還叫我趕快來 然後他全身的那個 煙就在蒸騰 因為水蒸氣有沒有 被火烤的蒸騰 The next one is in Kyrgyzstan Although the weather was generating very nice Sunday we got hit by hailstorm The little hailstorms really hurt us we got hit by hailstorms 是被冰爆炸 真的是超級超級痛 很像那種 像那種穆斯林有沒有 碎石亂石雜里之行那種有沒有 但是我們就像災難片 因為那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躲 我們就看到一個磋狂 他就要趕快把車 就是連騎都沒有辦法騎 會太痛 你就推過去 然後沿路就是很像 慢動作在隔放 對 就是啊 然後好不容易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 好像途過了一個什麼 明天過後的感覺 我們才帶騎了30公里而已 30公里 30公里我的水已經結冰了 就是前面的水屋已經結冰了 我覺得 穿兩條褲子啊 戴三層手套都沒有用 還是冷 就是冷到都沒知覺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就是很開心 我們做了一個要搭公車的決定 就是淡然啊 就是淡然啊 就是很瘋狂的天氣 就是我之前想的愛爾南 就覺得很漂亮這樣子 結果去到那邊就覺得快崩潰了 因為它這邊前兩分鐘才是那個 那個藍天白雲雖然很逆風,一直在吹 但是你還可以很享受那種閒情意識 大概我看到這片雲要過來的時候 就知道不妙了,趕快雨衣就掏出來要躲 因為那個就是雲要來的 好,他說suffering in China,not surprising in China 中國不意外,就是很爛的路 他還沒完工,然後都是細沙,所以還蠻容易膽滑的 而且是下坡,我覺得好可怕喔 而且都會不時有一些洞有沒有,不知道怎麼來的 可能就是人家撞車下去的 Yeah,the road here was under construction and in China when the road is under construction they don't close it, they just let the trucks and all the traffic still go and it's very bumpy and very muddy and very makes me unhappy 他蠻臉不爽,他是沿路騎沿路抱怨這條路 而且那條路根本沒有完工 在中國,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點 就是他路,所以就算沒有完工 他一直願意讓你騎喔 同時也是很不好一點啦 因為有時候就是很可怕 尤其是沒有完工的隧道 我們也有騎過 就是還在滴水 你就覺得你好像在某條巨龍的肚子 非常的黑暗,然後還在滴水 然後旁邊就有那個車子 咻咻咻咻 然後我們只能靠著我們那個 很像螢火蟲那個紅燈 這樣子過這樣子 讓他們看到我們 我就一直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子 邊騎心理壓力很大 The next two, this one and this one are Tajikistan and the roads that the Soviet Union originally built there they have completely disappeared and become muddy and watery rock fields 好,這就是塔吉克的路 塔吉克的台三線 好,給大家統統介紹一下 對,就是曾經那個蘇聯線的路 已經都不知道去哪了 就會壞了 沒有可能沒有一直維修吧 雖然我們的路就變成這樣的喔 有時候你會過了一下水池 所以後來我們都穿拖鞋啦 就是懶得慣慣穿穿的 蠻常在過水池的 然後這段路特別經典 我就覺得這個是 我真是覺得腳踏車辛苦你了 對,就是你就是 而且是上坡 What made it worse is that in Tajikistan we were suffering from food poisoning so each of these rocks felt like a punch to a gun 好,而且我們那時候同時在上吐下瀉中 就是他肚子還在那邊 所以每一下他這種動詞動詞 你就會覺得哎呦,哎呦,這種 好,又要吐了,不要 In the North England the roads were very very steep and this made you be very tight 北英格蘭 英格蘭就是,你知道,下面 一個國的下面 他雖然是一個非常摩登的國家 但是他的路就是非常的沒有良性 他就是這樣子上上下下 而且我其實很 我現在在台灣看到說路什麼 3%、6%我沒有感覺 因為你在那邊你都會騎到 17%、20%的上下多 你就會想說 他就是直接衝上山頂 再下來 再衝上山頂 就完全不知道 他們總會這種直上直下 就是很好的訓練 如果你想要訓練你的角力 就去北英格蘭吧 很多人都問我們 很多人都問我們 你應該會有很多 flat tires 在路上 我們有很多 我應該說 它會更好 當我們買了 schweiber tires made in Germany schweiber tires 台灣好像也有 是叫劍大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牌子 叫 schweiber 台灣就是 schweiber 就是一個德國的牌子 是做文台的 非常好用 就是 他讓你那個不太容易被刺穿 對 他有那個反刺穿的 但他真的被刺穿 代表那個真 那個刺很陰險 所以就算了 很常問我們 很常的 有人問我們 反正就是他有一個洞 就是他在中 就是不小心 輪胎已經有一個洞了 所以比較薄 然後那個地方 就很容易一直抱這樣子 所以後來呢 他本來齁 這個我一定要好好的稱讚一下我自己 他本來啊 我本來是有用一個那個 我原本的兩個輪胎 他還叫我丟掉 因為那時候騎塔吉克 我們就換成那個 比較肥的那個輪胎 比較寬 他就叫我把那個細的丟掉 結果我就說 不行 這個輪胎還可以用 而且被人贏台灣 是好過 我們要留著 對 結果啊 他這個自己的 他這個壞掉之後 就換我的那個 舊的輪胎 給他裝上去 那時候才明白 有時候斷捨離 不要太斷捨離 就是留下好東西 還是很好的 好 反正我這個 這個我要介紹一下 就是呢 我的那個腳踏車的車 這邊都會 其實輪胎 這邊有豬豬 然後那個豬豬爆炸了 然後他們就說 喔這是一個cancer 是癌症 你到最後這個 會影響到你整個走 你會起不了這樣子 然後剛好遇到這個pips 他就說 他有個不要的 可以賣我這樣子 我就換了 我那時候聽到非常的難過 就想說 怎麼會說爆丟爆 無常 人生無常 人胎也很無常 And in the last picture Yuli's one year streak of not having a puncture was ended by your Irish thorn bush 好 我一年沒有爆胎喔 就被這個 在艾爾蘭過空 就是一個刺 就是那種 很像荊棘的刺 就給我 起一起就刺穿了 我滿命很悲傷 你看著他 好 然後我們也很常受傷 有沒有 或食物中毒 最常的就是SAVA 所以就交由他來說了 Yup Some people ask us Did you never get sick on the road? Yes, we did I had an eye infection in Kurdistan that took around two weeks to heal and several visits to the doctor where I got antibiotics right into my eye 好 他兩個禮拜就是 他的眼睛被感染 整個眼睛都變紅色 很像氣血鬼那樣子 然後就是他就是在那個集合機室 去看醫生 那這醫生看起來很像那個 修車 他說OK You will fix it 拿出針就來了 那個針啊 是那個抗生素 那一類的 他就直接插進他的眼球裡面 眼球就直接 就一個水 很像那個青蛙的那種 就還滿可怕的 所以我在旁邊看 And the second picture Yumi had a fall on a gravel road and in Kurdistan and just get her PTSD PTSD 對,我就是連摔了兩天車 就是這種氣殺 然後你就從那個 就摔一下 在下坡的時候 於是我在第二次摔完之後 我覺得那第二次摔還很好笑 我覺得那個路在動 因為我已經有點害怕了嘛 我就覺得騎一騎一下坡 在這種碎石路 路竟然在跳波浪圍 然後我就摔了 摔了之後那個 車啊還飛越我 有沒有 然後壓在我身上 對,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但是就是我躺在那邊說 車是壓在我身上 我那時候就 淚流滿念的跟我就是 過世的爸媽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受苦 為什麼你們會讓女兒在這邊受苦 還在那邊 而且Steva 那時候騎很遠 她就沒有發現我消失欸 我沒有良心喔 但是後來我在那邊哭哭哭 還自己從那個爬出來的時候 她才發現 欸怎麼不見 然後再騎回來 就看到我在哭 然後我就嚇過 我都不敢嚇過 我都要跳下來 然後用錢 就是蠻辛苦的一段創傷恢復期 就是我有帶Kindle 就是一個電子書 所以我從來一路上都沒有用 打開來用 但是直到她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 就是這樣 攤成一個爛泥的時候 我就沒事做 好無聊喔 我還一直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 在我的部落格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對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食物中毒 上度下限 好 就是她燙到腳了 這是那個水泡 後來不小心 我們去住那個遺忘的家的時候 我就說 欸 欸 那隻狗也在找你玩 不然你去跟狗玩 結果狗就踩到 又破了 她爬上 受罵我 她就說 你剛剛每次叫我去跟狗玩 我怎麼會是白癡 我怎麼會都相信你 我就是聽信你了 然後你把很無辜的臉在裡面 太好笑了 好 女生一個人上路就是 欸 有些女生可能會想說 那女生自己可不可以夜期啊 也可以喔 就是 但是畢竟啊 女生就是生理上啊 都會有比較辛苦一點 可能是我們有生理期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體力啊 可能也 就是那種 要跟男生如果打架的話 打不太過有沒有 所以是女生的話要小心的是 就是你要把你的警戒線 拉到最高最高最滿的那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當有人可能要幫助你的時候 我的確會想先想說 他是不是有所意圖 那我不喜歡這樣 但是你沒有 你這是最好的一個保護自己的方式 因為呢 你 因為當真的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也很難 你可能會 就會留下很多的陰影嘛 那再來呢 就是女生 給女生想要自己旅行的一個建議就是 當你一個人上路的說 你不要隨便對男生微笑 就是為什麼 很奇怪 微笑不是最好的一個那個保養品嗎 是保養品嗎 是化妝品 微笑呢 在亞洲是會覺得是表示善意沒錯 但是在某些國家 比如像牧司裡的國家有沒有 他們會覺得你是在調情 所以就是你不要讓人家會錯意 所以他如果 你就是這樣子面無表情也是OK的 就是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有一個男生跟你講說 欸我覺得你很漂亮 然後什麼的好不好 千萬不要洗姿勢 阿不要我沒笑啦 這樣子齁 他會覺得你在跟他調情喔 就是你就是 你也有兩種方法去回應人家說你很漂亮 你可以說 對我是大家都這麼說很有自信有沒有 然後就會覺得 蛤這個人怎麼那麼不要臉 但這是一種 再來就是你可以很深切說 你想幹嘛 蛤你想幹嘛幹嘛 我說我漂亮啊 然後他就覺得 你是有被害後來嘗證 所以他就不想 就會比較不覺 不會想說你是不是 因為他們通常會想說 有沒有機會來一下 都會先用那種 調情之名 行接近之詩 他不會一下子就有救的啦 對所以他一直都是會前去漸進 看你有沒有機會 給他那個挑動一下 就春心盪漾之類的 他男生會這樣想 所以就是不要隨便的微笑對陌生男子 再來就是呢 在人家稱讚你漂亮的時候 不要就是顯得很開心的樣子 是不是可以蠻保護你的一些方式喔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是被風吹倒了 然後回到這裡我就被風吹倒了 於是我就來電車了 我就來到一個卡車司機 他是要去載眉的 那時候就滿心開心 想說終於離開這個風吹沙有沒有 你是風了我是沙的地方 殊不知這個人呢 就是後來就是是一個色男 他就一直在開車的時候 一直卡來去來有沒有 我們中間隔還有隔馬鞍帶有沒有 馬鞍帶馬鞍帶 那看他手不知道怎樣 可能是魯服吧 可以生很長 然後又一直要摸我的腿啊 然後一直問說 欸可不可以給他親一下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是驚險的 驚險20小時有喔 對因為在車上 就是沙漠 你也不能逃到哪裡 我就跟他講說 你在這樣我就跳車 還說你不要跳車啦 外面有狼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也是這狼 那後來是 竟然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啊 但是其實有些人他會滿容易 在一開始你看不出來他原來 喔會想說會要幹嘛 有些人看起來很正常 但當真的發生這種事情之後 先不要怪你自己 因為那不是你的問題 齁 那不是你的錯 對那不是你的錯 就是他變成色狼樣 不是你的錯 可能是你真的 就是他真的就是有一個 想說欸你一個人有沒有這個機會 你回去去塞囊一下這樣子 對那你堅定的拒絕 然後保持冷靜 對 一定要保持冷靜 然後我身上 我房 然後我身上 然後我身上 我房屋噴霧間 就是就準備 我是放在口袋的 所以他如果真的怎樣 我就可以噴他 結果很不幸的這個房屋噴霧 在我下車的時候 遺落在他身上 想說 唉呦 唉呦 怎麼還送給他呢 他懂這個是要噴他的嗎 這樣子 後來就是這個 也很好笑 所以我就是在一個 我一個人騎車的時候也是會入營的 因為我是 現在沒有人跟我分攤那個旅館 我就騙人家付Double 所以我都會去問那個當地人家 這是那個旁邊的餐廳啊 我就去問他說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入營 這是一個廢棄的政府機關的房子 那他們就說可以 然後我就入營了 晚上只有點多 聽到兩名腳步聲 就是越靠越近 有人要試圖這個開 碰我的那個帳篷 有人要碰我的帳篷 欸對他們在碰 然後我就想說 噁 噁 噁 我該怎麼辦 我還裝作 我要裝作我聽不懂中文嗎 然後就在那邊對答 他就說 欸這裡有人在錄影欸 然後就說 問我要不要吃冰淇淋這樣子 說你要吃冰淇淋嗎 我心裡很想說 好痛喔 然後講話就要炸出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誰要吃冰淇淋啊 這就是這麼奇怪的時間 然後後來他們就走掉了 就看我不打理他們就走掉了 然後他們還說 噢我幫你那個 這邊其實有個柵欄 我幫你把柵欄關起來齁 啊你如果會害怕 我可以再回來陪你睡覺喔 我那一題就想說趕快走吧 對你們趕快走吧 結果那天晚上我本來還以為我會害怕到睡不著 沒有欸就是還是睡得很死這樣 對 但如果你會擔心的話 其實你就是多花一點錢去住旅館吧 對 我是齁就是那時候我就覺得旁邊有人 而且我也都有認識了這樣子 就是有跟他們就有聊過 然後覺得很安全才在那邊錄的 那這個更好笑 就是我已經去到薩里木湖了 那邊有一個就是湖邊的風景管理處 還沒到湖就是進去之前會有個管理處這樣子 我就問他們說可不可以在管理處裡面錄影 他們就說噢不然就是睡這個地方之類的 然後就有一個警察就是開始燒 開始很正常 但後來他就開始騷擾了有沒有 就是言語上啊行為上的騷擾 所以我後來就躲到一個就是 呃長上的廁所非常的乾淨啊 所以就是你可以洗地而睡住我的睡袋 然後跟那個墊子 但是還是會覺得蠻委屈的什麼事情 事情不是警察嗎 怎麼會事情變成這樣 對齁 但是呢就是先保持冷靜 先不要怪自己 對不要有那種受害 覺得就是是不是我的錯 對不是你的錯 是那個千錯萬錯都是男人的錯 對 不好意思 謝謝 欸我是好千錯萬錯都是壞男人的錯 現場都是好男人對 反正就是呢你先冷靜 然後先去看現場你可以怎麼處理 然後怎麼去躲避你要去申報或怎麼樣的 就是你慢慢先冷靜下來看要怎麼處理 然後四次會解決的就是先不要害怕 對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躲了一個晚上 他就去隔天去上班的時候 我就溜出去了這樣子 好難忘跟趕過時刻 對就是也很多像嗯 嗯嗯一路上的風景 就是我每次在看這些風景的時候啊 我都會覺得說 欸其實啊這個世界好漂亮好美麗喔 我從來沒有就是看到這樣 我就覺得感動了 可是他可能是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你現在叫我說他是哪裡 我只記得是青海的夢遊動路 我不知道是哪裡 但是嗯好像也不用去追尋一些 很有名的風景人生 其實這個世界並不被的美麗 並不被我們所謂的有名的風景人生局局限的 然後當你在看到這間風景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哇塞 我幹嘛去煩惱一些眼前的小事情有沒有 我花了那麼多心力去煩那些小人啊 小眼睛小鼻子的事情 然後浪費我的生命 還不如來想像有這麼多美好的事物在 就是其他的角落等著我去追尋 這是吉爾吉斯就是我們說 我們覺得最美麗的國家 他的山的顏色有沒有就是很多顏色 很像抹擦口味啦 然後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你知道嗎 然後山就是天空很純粹很暗 我那時候才知道說原來山可以這麼多的顏色 不是只有綠的 然後這也是吉爾吉斯就是一片很像大峽谷還是什麼的 就往出去你就會覺得 蛤這是電腦合成嗎 可是他就是真的這麼美的在你眼前 而且其實親自看到的時候都覺得更美 對 所以在看到這些景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心情就會還蠻平靜的 會覺得好多事情真的不用那麼計較 但是集了幾十六月的時候 六七月的時候呢 陸邊就開出這種不知名的眼花 各種顏色的有你看 黃色紫色跟粉紅色 對然後襯著圓翻的山 然後我就會覺得 好像也不用去什麼北海道路景人的齁 這樣吉爾吉斯就可以錄一個人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騎車都會蠻專心啦 因為太漂亮了 這也是吉爾吉斯 對就是錄在這邊我們就騎機 我就會覺得我一定要拍個照 這個太美了 這也是吉爾吉斯 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是EC庫叫什麼 是一個鹹水湖 然後是他們那邊最大的鹹水湖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驚偽天人想說這是台灣的陰陽海嗎 就有三種顏色有沒有 對還蠻特別 好像是因為這個石頭那邊礦物的關係吧 他就是有三種顏色這樣 不是因為汙染嘛 那邊其實沒有什麼汙染 因為他們那邊也是蠻以農業為主的地方 對 嗯 蠻蠻純樸的 好 這個是那個伊拉克跟伊朗的邊界處 那邊就是伊拉克沒有格爾園 看起來我們都想到伊拉克不伊朗 會覺得他們好像很不安全有沒有 伊拉克有IS之類的 但是其實都是比你 這一塊比你很安全的 就是而且那種荒涼的美啊 跟台灣的景色很不一樣 對 就是當你到那邊你才知道說 欸其實也沒有想像那個那麼恐怖嘛 好 因為我很想去沙漠 所以我就有請我們的朋友 在伊朗的時候帶我們去沙漠 我就自己走在沙漠裡面 假想自己是三毛有沒有 然後我就走在沙漠裡面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這樣 唉 當太陽出來的時候就有點太熱了 就要趕快離開 對 沙漠呢 這感覺還蠻特別的喔 就是你真的細沙還蠻舒服的 可是久了 大概10分鐘後 你就會覺得喔 可以了 可以走了 好 就是卡布多吉亞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我們這個下雪的時候騎車 對 就是卡布多吉亞 那它其實是分那個地形啊 大概散落在那邊有好幾個鎮 那這是其中一個叫做玫瑰谷的地方 Rosmelis 那它很特別是它的石頭有分三種顏色 其實它這個上面是比較綠的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很像玫瑰色 然後再來就是有點黃 但是當它夕陽打上來的時候 就是它才長得都有點像 那其實你就會想說 喔 怎麼會有這種風景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 但是它就是大自然很神奇的歸夫神功 就創造在那邊 是有人的那個腳踏車破胎嗎 我有一口氣 我有點聽到這個聲音 騎車聽到這個聲音都會很害怕耶 好 這個是那個Mohab Cliff Cliff from Mohab 好 那個中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在艾爾蘭最有名 最觀光客聚集最多的地方 它就是整面這個海牆 啾啾啾啾 全來衍生過去 然後呢 那時候是夕陽的時刻 而且沒有什麼人 因為夕陽很多遊客就已經早就走了 我就站在那邊 只有幾個就是拍照的人坐在那邊拍照 我就站在那邊跟Stava一起 我內心就跪下 我就忍不住跪下來了 我就想說老天爺太謝謝你讓我看到這麼多 美好的景色 而且我最愛的人 就在我旁邊跟我一起分享 因為有些人會蠻喜歡自己一個人履行的嘛 那我其實我也喜歡自己一個人履行 因為就比較不會有我老公在那邊 誰誰這樣說我騎很慢 然後想尿尿就可以 就可以很輕鬆去尿尿 但是當你有一個伴在旁邊就是 而且是你最喜愛的人的時候 你那些他回憶是共享的 你這個人生片突然是你一起去share的 那種快樂是加成的 我很難去述 當一個人旅行的時候 你的旅行的回憶就是你自己的而已 是你自己的保障 那當是兩個人是夫妻或是情侶或是 或者你最好的朋友或你的小孩 你的那個回憶是共享的 這種感覺這個保障是 更多人去一起去分享的時候 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好 不是只有自然風況會令人家很感動 有時候動物也是會讓人家覺得 哇很有趣很窩心的 像這個是毛牛在過馬路 他們非常的人類忠實的朋友 因為肉很好吃奶很好喝 對然後又很能駝種物這樣子 對很溫泉的動物 對就是在青海的時候 就和高山地區都很高原那邊很多毛牛 然後這是野馬 對在吉爾吉斯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剛剛講那個EC庫 他們Stepper就說很熱他要去游泳 然後我又不太會游嘛 我就在不半邊等他喝咖啡 然後就聽到旁邊有腳步聲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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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就想說達達的馬蹄聲 是個美麗的錯誤嗎? 我就看到這群馬就來了 就那個 當下真的是覺得達達的馬蹄聲 是美麗的錯誤 因為也太美了吧 然後他們完全不怕冷喔 就自己去湖邊喝水這樣子 跟大小馬一起 對因為這個水分是鹹水物 但他沒有那麼的鹹 他就是還是可以喝的 然後就覺得我在看Discovery 然後跟他們距離很近 就是其實有時候你看到動物 不是呈現在露片的樣子有沒有 不是他們已經在潮溼裡面露塊了 你會才感覺他們是個生命 你會更去尊重他們活過 也活過一回的那種感覺 對啊我最近在看這本書 對你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一下 叫做他鄉何處 就在講人類跟動物的關係 好很推薦 好我要講的是呢 我們通常會不太把動物 可能只會在乎狗或貓 但是會比較難想到就是 其他這些動物 對還有這個厭世羊有沒有 因為他們通常被生下來 很多時候是會被拿作食物的 其實你看這個羊齁 你會想說很多羊是不是要 養來要牠的毛對不對 不是呈 毛只是附加價值的 因為毛一定得替 是因為他們太厚 他們也會蠻不舒服的 毛是一定得替的 主要養這些羊啊 都是為了要吃牠們的肉 對我後來知道的時候 我就可以心想說 什麼原來都是為了肉啊 然後養那個羊毛只是順便的 對當你真的看到牠們活生的樣子 你才會把它當成生命 然後即使牠可能為了變成肉而犧牲 你也會比較能就是有 懷疑有一種感謝的心情吧 對那劉伊姿 對我很愛劉伊姿 對我就在愛人路上看到很多 他們都很可愛 而且你就 嘻吼嘻吼 劉伊姿叫我這樣子 嘻吼嘻吼嘻吼 然後你就會過來喔 你這樣子叫他 就都以為是同伴嗎 然後就過來了 還蠻好笑 然後這隻五隻牛還蠻有趣的 是我在愛人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騎車 那時候我老公又拋棄我了 他就是要回德國去當他的宅男 就是他要去那個同仁制的活動 他就去飛走了 然後我就一個人騎車 然後我就騎一騎很餓 在路邊吃餅乾 覺得有人在看我 想說這裡就是 就一片荒田跟農田囊 怎麼會有人 一回頭 就是他們五隻牛 有沒有嘴巴還有嚼東西 就跟他們講說 欸可不可以讓他靠近帳篷 有那個屋簷一點的地方可以落雨 他們就去把他 我們就一起去把他牽過來 他們就說可以 就牽過來之後 這個狗呢 有那個屋簷還不過 他還很想鑽進帳篷裡面 然後我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讓狗進來 他就很訝異地問我說 在台灣你們會讓狗進家裡喔 我就說 欸會啊 有的還會坐在娃娃車裡面喔 他就說 他就很很訝異 就是因為在狗啊 在那邊並不是被當作寵物狗在對待 他們是要工作的 所以呢 他就是一定要工作 現在他不會讓你們進屋子 但我不知道 他不是很聰靈跟機靈的狗 不知道他會過得如何 但是我們就是 我覺得這應該是對他最好的安排吧 因為他在外面受到會什麼鹹逛 就是可能會 不是很有食物的來源啦 因為他還找不到水喝 他還去舔那個冰有沒有 舔那個雪 很好兇 然後我先去玩貓 所以我有一次 會到世界各地 我都會拍貓 就是一兩二很厭世的貓 我就覺得 這眼神 然後這個是土耳其的貓 土耳其有很多的貓 然後這個是 土耳其的垃圾桶的貓 我在垃圾桶裡面 我要丟垃圾的時候想說 怎麼好像有一隻貓在裡面 他在幹嘛 然後跟著他家 然後就在塔吉克的時候 那個很窮的國家 我們家是在路邊聽到 有一個貓叫聲 因為他很愛貓 他就說 好像有小貓 可是他二話不說 就把貓放在他的馬鞍 那個前面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龍頭包裡面喔 就把他放進去了 就沿路互送回到我們的那個 就到我們要下榻的那個hostile這樣子 但這貓的身體不是很好啦 可能現在應該不 應該 我覺得他應該沒有活著而已 嗯 好 除了動物的關係 你會看到 你會覺得人跟動物棋 都是共享這邊大自然之外呢 你也會看到很多人為的漂亮的風景 像就是聖陀裡 很適合度蜜月的地方 但是口袋不夠深的話 還是不要去吧 因為就是這邊 就是真的 你如果想要住這種房子啊 就還滿貴的 我們是真的住不起 所以我們都是找空屋露營 但是這邊找不到空屋啦 就是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對 所以就覺得這邊齁 資本主義味道很重 口袋要夠深才會比較開心 那這個呢 我就叫他伊朗的聖陀裡 因為跟房子沉沉地鐵很像 對 這是伊朗的一個 Nordesha Nordesha 就是在伊朗靠近拉特那邊 那那邊很多 就是山上的房子是這樣子的 滿有趣的 很多庫德族民 對 而且庫德族在伊朗尤其喔 伊朗都已經覺得很好客了 庫德族在伊朗的庫德族又更好客 非常的可怕 如果你想要享受一種 超乎極致的好客 可以去那邊一下 然後是義大利 一個冰凍的教堂 就是在湖裡面 因為那裡之前見嘴巴就牽村 就把村都牽掉 但只剩這個教堂 就是還留著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湖啊 就整個冰凍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哇塞 也太像冰雪奇緣了吧 艾爾沙是不是曾經來過這裡跳的舞 對 然後這是法國的 是米歇爾 是米歇爾 孟昌米歇爾 大家 中文都會不一樣的翻譯 然後我都會只記英文 因為我們對話 就是以英文為主嘛 所以我都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孟昌米歇爾 喔 米歇爾嗎 中文什麼 好這在北北法 對 諾曼地那邊 好是個 依山士而見的一個 就是小小的村落這樣子 那這上面是一個教堂 對 很像空中之城 有沒有 Landing 對 或者像這個 如果要去巴爾幹國家的人 有沒有 可能會經過這個非常美麗的城市 這在克羅埃西亞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古城 而且就是拍那個 全力遊戲 地獄火之歌的 那個軍靈城的經典 就在這裡 然後它的海 雅德利亞海真的很漂亮 就各種顏色的混合 各種藍色的混合 好 這是一個很有趣 嗯 很特別的活動 阿修羅 咦 我們好像有一個動物 這是阿修羅的活動 在伊朗 就是阿修羅這個活動 是為了緬懷穆罕默德的孫子 叫做Hosein Hosein 對 所以人們會在伊朗旁邊 在伊朗旁邊 這個地方是Yazd 這個城市非常無老 我們的城市在伊朗叫做Yazd 葉之德 葉之德 好像中文 他們會各種這種方式去做這個緬懷活動 為什麼會有這個緬懷活動 是因為Hosein就是跟當時 I talk about our story Hosein就是跟當時的國王 就是不同的意見 就在宗教上面 所以呢 他們就等於是兩派的人在戰 就是算戰爭這樣子 那國王畢竟是一個比較強壯啦 軍隊就把他們等於是滅 敲家滅族了這樣子 那Follow Hosein的人呢 就是後來就還是有持續的他的那個理念 就衍生成什葉派 那Follow這個國王的人呢 就是遜尼派 那穆斯林的話大家知道分什葉跟遜尼 也是主要兩宗嘛 那像那個伊朗的話 他大部分是Follow這個什葉派的 所以他們就會去緬懷這個Hosein So people will want to stay and the fountain will be colored red In several gatherings the people will sing and beat their chest loudly 然後他們就會唱了 他們就會在這種很大的一個帳篷裡面 他們就會在那邊唱歌 唱這首詩歌 然後會很用力地拍起他們的胸口 去面畫 去展現他們有多悲傷 那已經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But for us scientists What's great about this event is that there is lots of free food 但是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歷史這部分 我們畢竟也不是很宗教 我們沒有那麼虔誠的人 但是對我們來講 最開心的就是 他會很像那個媽祖那個落鏡 會有很多免費的吃的 你就可以去排隊 然後去領這個免費的便當 OK A parade will go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there will also be some younger people You can know 對,他就是會有一個很像遊行 然後這遊行就會 他們會重磅成當時的樣子 有沒有 就是去展現那時候 帳篷的激烈 那他也會有就是 割這個羊肉跟送給大家 大家都這樣手伸著去 拿這個honey meat 就是拿這個免費的肉 跟神聖的肉 People will re-enact the event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yeah, play it sometimes quite gruesomely 嗯 好,就是他們就會去扮演 角色扮演那時候的狀況 然後這個就是在亞直的一個情形 就是他其實這個還滿 想秀一段小小的影片給大家看 他們在講哪呢? 好,我們 他覺得好像時間有點少不想放 但是我覺得太厲害了 一小段就好 大概放個十秒 他們就是會做各種 活動劇讓你看見 嗯 他們有多就是 內心有多激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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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你才會停下來 所以當我在那個時候看到他們把那個舉起來之後 其實我已經覺得他們會舉起來 因為他們就是很多人在下面 但是當他們真的舉起來 你就會覺得有一股好可怕的 重置層層的那種強 那個情緒的流動 碰撞你 撞上你 你會覺得太可怕了 就是難怪會有人會有所謂的聖戰士 會願意為宗教犧牲或什麼 就是那種想法 跟大家覺得那種唯一的想法 這種信仰的力量是很驚人的 所以說了這麼多 就是一路上看到很多的人文啊 風景也齁 這些其實你也可以喔 其實我們有很多人 在路上跟我們一樣的事情 尤其是在西亞洲 我們一路上看到很多不同的年紀也好 國際的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尤其是尤其在中亞 因為中亞就是大家算是都會相遇的路線的地方 就很容易遇到很多的腳踏車騎士 然後我們在第一次看到一個巴黎人 和一個女人從中國 然後第二次看到一個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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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騎在那個上面 我都想說他們有沒有刺阿蓋 這個也是退休了一個韓國的阿伯 他已經2011年開始騎的 不知道現在還沒有在騎 但是我們遇到他的時候是2016年 他已經騎了5年 他還有來台灣不管過道 我們日記對遇到的母子黨 而且是都已經是滿都是成人的 媽媽跟他兒子他們要從中國騎到那個俄羅斯 那個接近歐洲 對還滿特別的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很特別 我們只是剛好去做了我想 我們只是剛好去騎了 大大小小你看遇到好多人 然後這個也是也有騎重機的 Many motorcyclists we meet on the way and they have very similar trips to ours except that they usually don't go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laws 就是路線蠻像 但是通常不會去中國 因為中國他就要就是想辦法 要變成一個旅行團之類的 那這個是一個荷蘭的阿姨 跟一個瑞士的阿伯 對然後這個很特別 這是一個德國的阿公阿嬤 他們已經快八十囉 他們而且他們很酷 他們從德國開車到就是很跨歐亞 這次我們遇見他已經是第三趟了 對沒事很愛開車的一隊 他還把他的第一次的路線 跟第二次的路線 跟第二次的路線 都就是秀在他的那個鄉行車上面 對還蠻有趣的 對還蠻有趣的 對他們還給我們一塊來自德國的蛋糕 就是那種出那種超市賣的那種 我覺得超開心的 在那邊竟然能吃到蛋糕耶 所以其實就是年紀啊 雖然會有影響體力上面 但是其實年紀並不會去阻擋你想做的事情 你看只是 這也是我很想在台灣鼓勵的 就是長輩一起旅行吧 對 好我們之間就回到了就是快人到了尾聲 就是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你們怎麼不會吵架嗎之類的 其實吵翻了有時候還會打架 然後可是呢 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吵架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回到 你們明白你們為什麼吵嗎 就是脫離情緒之後 你們是不是會想去溝通的很重要 怎麼講呢 就是比如說你一定會有情緒嘛 那你情緒丟出去之後 然後呢 你會不會去想說 去探討說你為什麼會生氣 我們會去跟彼此講說 為什麼剛剛的事情我們會生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小時候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會不喜歡我怎麼講他什麼之類的 那我也會跟他講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就會去磨磨磨 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這是你的地雷不要去碰觸 就是溝通很重要啦 吵架無所謂大家 哪一個情緒沒有吵架有沒有 尤其是最親近的人 你會越容易讓他看到你的那個 髒牙無爪的一面有沒有 對不對 是吧 但是就是吵架之後 你們會不會想要和好 這是重要的 我們兩個是不冷戰的 冷戰很可怕 因為冷戰到最後 你就忘記為什麼冷戰了 對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騎車的速度不同也很常吵啊 還有打包速度的不同也是一直在吵啊 但是就是你可不可以想到一個辦法去解決 或有去可能包容 對因為我就是沒有辦法很快 他也就是必須要等我 然後我們後來想到一種方式 他現在想要放那個錢滿安待啦 然後幫我載我的行李 讓我完全的成為一個廢人 然後就是 一動會自己祈禱他真的行 因為其實沿路上的住宿跟那個路線 都是這方面在安排的 然後別人問我在幹嘛的時候 我都會說 噢我就是一個廢物啊 然後他就說 不是不是 你不是廢物 你都會拍照 對 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 然後這個這當然不是啦 就是還有就是經營那個粉絲業的事情 因為他比較不去管粉絲業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 欸我是不是應該來Pokerwood呢 省影很久了有沒有 來Pokerwood 所以他說我也是有一點用處的 而且後來就是我會畫這些圖 給那個我們的沙發主人的時候 兼具跟他們聊天 加一些歡樂彩衣魚慶之後 他就說 嗯其實你很重要 終於發現我的好了吧 然後後來呢 我們炒著烤櫃炒 但幸好沒有炒到分開 於是我們就決定要結婚了 在他媽媽說會贊助我們一點點 就是他會叫那個外匯之下 我們就是辦一個小小又溫馨的婚禮 我還特別 那時候我弟弟剛好要來啊 他就幫我帶了一些台灣的東西 像我就做了茶葉蛋跟蒸奶有沒有 最酷的是為了環保 我們還用湯匙喝蒸奶喔 我弟還說你真的不要買那個西館啊 我說不要啦 只要用一次而已 就用那個湯匙就好啦 然後還騙湯匙說這是那個青蛙蛋 下子 下子 對 然後像這個還用那個紅茶有沒有 就是可以有錢包 那個又有紅包這樣子 對 沒有那個小茶杯 我們就拿那個放蛋的那個蛋座來用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婚禮 那沒有放在那個網路上 是因為就是好涼他們的靈資權 就是這些賓客的 這是他舅舅 對 然後是我弟的小象權的問題 我們就沒有放 但所有的過程就是 這些餐碗反而都是用戒的 所以也沒有製造什麼垃圾 因為我就是一路一騎嘛 就會覺得我還是想要環境友善一點 就盡量少製造一些一次性的垃圾 然後這些碰碰 都是我們自己用餐巾紙拉的 而且之後呢 還可以拿來插嘴巴喔 因為都是餐巾紙 很棒 對 就是很幸運的 你就跟他指指指手 希望可以攜牢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婚禮的蛋糕 那時候我們跟我們的賓客分享 現在也想跟在場的各位分享 就是我們那時候媽媽就說 畫出你這個路線 就是我們一路走來騎的路線 那這是我們認識的地方 在紐西蘭 已經沉默到下面了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在德國 那我們現在呢在台灣嘛 那我們之後4月3號呢 會回到德國 然後繼續騎向北歐 北歐之後會騎向那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然後下來一路騎向西班牙 西班牙之後呢 會想 就是想要去貝州了 去貝州 對 北歐可能會從本家開始 對 在那邊騎 之後會有更多更多有趣的故事在北歐 我是希望可以在北歐待一年啊 就不同的國家 長時間的呃 待久一點我覺得比較能去看見一些 比較生活化的事情 所以之後這節故事 我們也都會陸續的 繼續寫在我們的那個部落格跟粉絲頁 對 那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就是繼續follow我們 對那今天呢就很謝謝大家時間 但是在結束之前有沒有 我們會發給大家一個池 就是 我們只想說 我們會發揮任何一人的旅程 去做一個旅程 像這樣 他說大家會不會就是被啟發了 決定也上路了 這樣 你跟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想要告訴你 不要害怕 這個世界並不可怕 其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友善太多的 我覺得百分之八九次我們遇到真的都是討論 的確會有一些奇怪的人啊 就是增添一些金陶派吧 但是就是如果沒有這些奇怪的人 你其實回憶起來也少了一點刺激哦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有好有壞 那當 看你當下你是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現在發一張子給大家 我們來玩一個解憂明信片的遊戲 對 等於我們之後要去上路了還蠻快的 4月3號我在兩個禮拜我叫離開台灣 我內心有一點憂傷 覺得再也吃不到臭豆腐跟炸雞排 因為得過食物很boring 但是在離開之後我們會去上路嘛 那今天大家聽完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然後也會想說自己希望將來的規劃安排要怎麼做 可能也會有一些想法嘛 那我們是想說呢 就是你一定會有一些你這個這輩子很想做的事情 或你將來可能兩三年後 兩三年後三五年後你想要成為怎樣的 完成怎樣的事情成為怎麼樣的自己 那現在就請你寫下來 因為我們會從兩三年後 或者我們會寄信問你說 你還記不記得你當初的那個夢想 就是你想可能去赤壁看一看 橫跨戈壁啊 或者說你可能要環島啊 欸這件事情你做了嗎 你還記不記得你那個熱情 我們會從一個 我也不知道會從哪個國家寄明信片給你們 對 就是可以請你們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也可以用email 我們就會寄電子的email給你 電子的明信片給你 然後你的稱呼 我們會成為你的提醒者 對 你們有問題嗎 同時也大家有想要問問題的人 你可以問我們 但請容許必然在下 需要去上下廁所 所以我就交給誰好了 不只要講一下 不再講一下 通常的電子 還會自己做到的 沒有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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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 加州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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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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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China and in Tajikistan it was not that simple but in many cases we just asked we asked the local people is it ok to drink this water from here and to sometimes say yes sometimes no and when we asked for water local people they would almost always help us because water is one of the simplest things to get for them I want to ask how to record GPS what? how do you use a cycling computer to make your GPS yes as very simple cycling computer collelling distance and speed 你可以用簡單的碼錶記錄你的速度跟距離 你可以用手機就可以記錄你的GPS 不用,但是你不要需要有行動力 我不會緊張,我可能需要專業的翻譯獎 有任何問題嗎? SWABEL就是這個 可以啊,當然有帶來一點 SWABEL 我們在旅行的過程他們說 不知道什麼叫破台 它比較算防保台 它防刺,防齊 它這個中間比較厚 非常厲害 它中間有電一層 所以它比較好 台灣這個馬尼斯會有類似的 就比較厲害 這個大家都買用這個 我現在是在買東西嗎? 但是你遇到大概也是九成的 單車其實各個國家他們都會去用這個摔的 可是啊,那個 我們開始掌牌穩 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台灣的掌牌來說 建大拉跟馬吉斯 然後但是SWABEL之前 一直比較長,一次也比較大 然後歷史也比較緊接 然後他比數就交換了 這是真的蠻好用的 連二手喔 二手的 其實在德國買還可以 不然大家去德國都順便買一下 其實不會來 是不是也馬上把它帶的那個 這個 一般那個防刺牌的價錢是蠻多的嗎? 其實是馬開的 然後Dwarfax基本上會這樣 Dwarfax 17EUR 這就是普通的 這個比較便宜的 你也可以買那個 就是普通的不要防刺的 就比較便宜 我會對 而且其實普通的就已經很厲害 很強壯了 我們才買17EUR而已耶 500多塊耶 哇 OK 17EUR 對啊 很便宜 這個比較好 大概一條都要1000塊 哎呀 那還是去德國買好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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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個 這個可能要30歐了 這個如果再多買 30歐了 差不多要1000塊 嗯 也是 就是因為他有特別防刺 但是其實Shyber 你一般的就很好 哎呀 Shyber應該沒有了 商業的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已經結束那個 然後有人 有人想要問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盡量你 因為有問題的問題 沒有 強制自己一天要騎多少公里 強制一天騎多少公里 沒有 對 但是在中國的時候會因為要趕路 通常都是趕路的時候 才會一定要今天要騎到哪邊 不然就是已經安排好了住宿的時候 比如說可能今天要騎到某個 沙發族人家才一定要趕路 不然都是很隨興 我們最少的時候好像是 那一天才騎了13公里吧 所以沒有很強制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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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男生如果是男獨棋的男騎士的話 他會比較容易想說 我今天要破百 我今天要幹嘛之類的 我 他之後我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比較慢 對 那我們其實並不是追求那種貌 就是一定要追求刺激啦 我們是比較用腳踏車去當做一種旅行的工具的方式 所以你騎很快的時候 對啦 你會很享受那種汗水淋漓的感覺 但是你可能很多東西你就很快的看過去你就忽略了 那我會比較想要就是去跟當地有互動 對 但是我們平均大概部分是大概六七十左右平均 最遠騎到他個人紀錄是一百五五大概一百四一天這樣 前面你們在遇到跨中那種騎的那種騎士喔 大概年紀一隊大概還有什麼 最大的 The oldest 你說騎腳踏車的了齁 The oldest is the rider we have met I think it was those two French fish on, right? 好像是快七十 就是六十五至七十之間 但是我在那個中國的時候 我在那個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我遇到一個七十幾歲的阿伯去騎西藏 中國人 對,中國人 對 很流行 對 所以是就是覺得好像也很OK 你看他好像平常就有在騎車了啦 對,就是有在 他還不會永遠就去騎西藏 嗯 請問一下那裡有在哪裡住宿呢 讓我們知道他什麼樣來多做事情 他說自己那個request 這個要請教誰吧 How long about you will send a request to the coast? 嗯 As soon as I can As soon as I know When we are going to stay somewhere But quite often This is actually only the day before So Really? Yep So Quite often Only the day before I send a request And then I wait For the reply But Sometimes It's even shorter Sometimes Like once We were out And In Scotland And it started to rain And I sent a request And he answered Like within a few minutes And we went over to Esau 通常都是會至少前一天 Walk shower又會比較free一點 我必須講 沙發通常其實三天前會比較恰當 但是Walk shower的話 他會就是你前一天其實就很OK 你就可以問了 他們甚至很多時候 有時候啦 我們因為在下雨或什麼 就想說好不好 問問看好了 就當天問 欸!他就回了 然後 但是你要很有客氣的地方說 喔!很抱歉 造成你的不便什麼什麼之類的 先 先觀化 說一不一遍 不要讓他覺得你很那個有沒有 喔!就這樣子很臨時想要來住這樣子 對 所以有時候當天也是可以的 但是沙發沖浪的話喔 我覺得沙發沖浪的人啊 會抱持著一種 一定要給你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啊 所以他都會比較希望你可能兩三天前給他講這樣子 嗯 但是太久優惠不太好 如果有的太長 你可能一個月前給他講 他也不知道他之後一個月的規劃 所以太久 太早講其實也不是很OK 好 請問一下就是 可以買投降人這個什麼 然後這個這個投降什麼 那手機的話呢 就是網路嘛對不對 你就是到當地的時候 你就買SIM卡 不要用那個什麼蔓油那個很貴 你就是到每個國家 他一定有每個國家自己的義附卡 你就去買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訊號其實都是很OK的 你是上網可以做一些公開 他會跟你講說哪有哪幾家的電信 就像我們的中華啊什麼台灣大和大這樣子 他們其實也是用的 所以比如說到每個國家都會很好買 對到每個國家我們就會買一個不同的好買的SIM卡 然後最貴的是土耳其 好像一個光SIM卡沒有不能 他只有單賣SIM卡 裡面都還沒有什麼可以打電話或網路 就要15歐了的價錢 就還蠻貴的 那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是如果你現在去歐洲玩的話 以前的歐洲它是各個國家的訊號 比如說你在德國只能德國用來 然後租了德國它就變慢油了 但是現在他們是歐盟是互通的 所以比如說我在德國買的SIM卡 在法國也是等同於 就是同一個國家的區域上使用的 它不會算滿油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領多 對 愛爾蘭是SIM卡最便宜 然後費用最划算的一個國家目前 然後訊號最差的是伊朗 2G是很正常的事情 3G你就會想說我今天中樂透了嗎 對不對 好 你需要辦簽證的時候哪個問題 需要辦簽證的時候 其實辦簽證 香港辦中國是5天吧 大概 4天 4天 對就大概停留4天 然後像伊朗的比較久一點 伊朗的也沒有很久 因為伊朗我們已經先買了一個 它你如果買一個RN-Co 就可以很快 但是伊朗你可以用落地簽啦 落地簽還比較便宜 就100歐而已 你如果4千半還是128歐 但是我們買了那個RN-Co 就今天去送護照 大概1、2天以後就可以拿 其實都不會超過1個禮拜欸 而且關於中亞 其實還蠻推薦大家去中亞玩的 但現在中亞很多都是電子簽 就跟以前的彼此方便很多了 好 一開始 吉爾吉斯的簽證很 很 其實不貴 它就60美金 但是落地簽60美金 它現在變電子簽變50美金了 但是當時需要一個邀請函 你要去跟旅行社買這個邀請函 這是一個舊蘇聯底下的一個 覺得可以省略的機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還需要 我那時候入境的時候 跟另外一個印尼女孩一起入境 印尼人不用那個邀請函欸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要?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對,那個邀請函花了我93塊美金 比那個 比簽證還貴 但現在 我們現在不用邀請函了 各位 但是太感人了 但是你電子簽的部分呢 你只能如果用就是飛進去 還有就是不然你就是走路不走的話 就是從那個哈薩克進去 那個邊界 那兩個 就飛進去跟哈薩克進去 你才能用那個電子簽 因為中國其實也是可以 鎮幾的機師的 對,在快適合 嗯,快適合 快適合 就是克 克師 就現在那個 可以佩伯進來比較重要的 那還可以啊 可以啊 賀爾果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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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什麼 賀爾果專門 沒有辦法用那個沒有辦法用電子簽訂 事先申請的人可以吧 現在是可以走 現在是不行走 我有看你們路線有穿過哈薩克在道街 他騎走 我沒有騎 因為我聽說哈薩克的簽證 台灣人不是很好申請啦 但是他免簽 所以你那段是飛過去嗎 我是從烏魯木齊飛過去那個Fish Tank 那個飢餓機器那時候 然後跟他站在兵會 對 他上課可以補償 他就是現在台灣人去落地槍是有15天的錢 可是路前已經沒辦法辦了 那他可以他要邀請行嗎 邀請行就是 落地以前我比他確定 好像 因為有邀請行真的很模糊 我們現在塔吉克的話 塔吉克就是也是電子簽75美金 然後加那個 因為你要進到那個塔吉克帕米爾的一段 那是叫什麼有一個保護區就對了 他也是在你的費用裡面的 就不用再額外價錢 我們那時候辦資本簽證的時候75美金 最後還要再加100塊當地的錢 大概400塊台幣去升級那個簽證 那個保護區的那個裏取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直接 補充一下 現在哈薩克他是每年他的簽證都會不一樣 那今年最新的話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當地的旅行社 包括俄羅斯 你才有辦法拿到邀請海 才有辦法去做簽證 所以他的落地線只限幾個國際的大的這個機場 然後你必須要請邀請海發明辦理 然後會有那個邀請海 然後你就可以到那個哈薩克 然後可以進入那個大地市場 這樣子 謝謝 而且哈薩克的人其實非常的浩客 他在哈薩克人家就是把目前給他住飯店 你看哈薩克人家 你看哈薩克人家 人家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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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次邀請了 他們給我很多食物 我記得有一個欠缺 人家以為那麼常 за些民意 讓我們要求他可以選入 一年那Episode 那個吉爾集中的電子簽證 必須沒有台灣那個選項 就一定要選中國 講到這個我也有時候覺得很生氣 就是唉 真是形式比人強耶 大家一起加油吧 好 所以其實因為我們的護照是寫Republic of China 造成非常多的誤會 像伊朗的時候他就會說 你是Republic of China,你是China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No,No,No,One Taiwan,One China One Taiwan,One China,Different,Different 然後他英文還不太好 我是大使館耶 他就英文不太好 然後就說No,China,China 那個Republic of China就是在那邊 都快把我護照戳破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他就開始跟他小以大力 開始跟他講說K&T的時候 就是那個國共大戰 就是打死了所以就來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講這個歷史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就像那個Korea一樣 North Korea,South Korea,Different 然後他大概在爭辯了二、三十分鐘 他才回去查他的一個單子 因為不同的國家路徑的費用是不一樣的 像歐盟的人呢 哎呦,真是可以跟你講 只要75歐就好了 台灣人竟然要128歐的西部尼蝦蜜 對不對 你說說為什麼 你只要75歐 Why you only 75 Euro? 我們知道 所以呢就是這樣 他不可能 他就是又查了 就是說台灣還是128歐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是把我們當成China的 所以才也是一樣的講 對,然後每次經過每個海關的時候 他都會在我喔 大家都說得很順暢嘛 到我就會卡關 我就想說好,又來了 於是Steva就是我的那個外交官了 他就會開始講 就開始國共彼此大戰 沒有啦,他就會說那個不一樣 Republic China是台灣唷 對,然後就開始講講講 然後那個人就會看起來 然後好好好,然後開始打電話 打電話他的長官確定 就是台灣是不是真的免錢 喔,已經經歷過 我都是看到他們開始拿起電話 我就想說又來了這樣子 對,他也被這個Republic China之名所累啦 對 所以我就那時候我心情就想說 我一定要鼓勵大家出去旅行 然後到處台灣、到處跑跑 到他就是看到 Republic 台灣好,可以可以 就是不會再需要打電話給他的長官了 好,最後呢 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幫忙把紙啊 就是傳給我們 然後我們 是會有一個空照嗎 對 對 不打 不打 好,然後他兄弟會有一些事情想要告訴大家 然後最最最後在大家離開之前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個拿手照片 好 又沒訂閱 我今天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直到 那個 Stava 跟那個 Yuli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 讓我萌生 我想要帶我女朋友去環洋世界弄夢 真的我覺得 非常非常 很開心 讓我 讓我的 枯燥的人生 也有一些新的動力 這樣 讓我又可以 覺得 好,我們人生可以做夢 幫你拿一點 我來個啤酒吧 碰到 我已經做完了 好,這樣子 真的 好 那 等一下 我們還是有準備一些茶點咖啡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 或者是你朋友想要跟那個 Yuli Stava有一些了解的話 你會不會很懷疑 這樣 那首先你要工商一下 工商一下 第一個 我們還是很感謝我們這個空間採光之物 他是做一些物理治療 如果你有一些運動傷害 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第二個 我們是阿拉西環球 我們是在做一個單車旅行 只要你想去騎腳踏車旅行 以任何車子裝備 任何審判官 你都可以做一些諮詢 我們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去國外 騎腳踏車旅行 把你所得到的一些東西 得到一些收穫 那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就是 Chicabata所謂的 古巴的Dame 他說 讓這個世界改變你 那當你在這個旅程當中 你可能得到很多收穫 你的世界變廣了 你的想法不一樣了 我們希望你可以 把台灣改變這片 生長你的土地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個人 他在國外旅行 國外之後 他其實是覺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這是我們環球工作室在做的事情 那目前是這樣子 然後 喔 對 好 我們要送 又第一個禮物 這樣子 哈哈 不是 怎麼會這樣太多 其實不是啦 這個是有車禮 他要準備 然後我們要送兩條 那個可以騎 一萬五千公里的外胎 然後可以讓他陪伴 這個背包很好用 對 所以我們要像那個 哈達一樣 有沒有這樣子 掛在那邊 找個朋友幫忙拍照 有沒有有朋友拿手機幫忙拍一下 大家閃電話拍 這個也可以幫忙一下 讓我們找一個朋友幫忙拍一下 其實這是我們臨時突然想到的橋關 因為我剛才聽的時候 我覺得很 我也是很意外啊 很癢洞這樣子 可以塞進行李箱嗎 哈哈 那好 我們這個工作是你 我們就把 對對對 先 不要這樣 你們可以把他像哈達一樣 我需要這個動作 對對 我們就像哈達 那個西藏他們有時候會聽 喔 那個金嘛 對對對 我會覺得我很想要做這個跳躍 對對對 對 我們要打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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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會有球嗎 哈哈 好 這樣子 那 因為有些後道的話 那我們就跟這位 這個朋友 其實他也是來幫忙 他是來經常做的 那有些後道 報名備的話 就跟他做這個 後道 哈哈 好 這樣子 謝謝 那如果有任何想跟Yuli 或是Stofa 有些想了解的 我們都很歡迎跟他做的了解 謝謝大家 大家不要動 好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幫忙拍 那我… 我就拿著 好了 那我… 我拿我的箱子拍好了 你覺得拍得進來嗎 可以啊 可以啊 當然行 不用動